Hello 我又來了 然後今天呢就是要做的一個測試是這個 NBTS流行人格測試 我之前都沒有做過 然後我也就是大概有了解到了一個 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測試吧 我們來試一試看 第一題 認識你的人傾向形容以為 可能熱情和敏感會比較多吧 下列哪一件事聽起來比較吸引你 第一 就是我自己會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在家裡選一部電視劇 或者是說一部電影 點著香薰 看著外面的夜景 比起說說是社交 我可能會想要就是 帶自己好一些 你傾向通過一下哪種方式設計信息 可能是B吧 就對這個事情目前狀況的實際認識吧 哪種特質更像你 怎麼好像都感覺有那麼點 我想想哪一個更多 看到悲情巨石 我現在看電視劇就是我會到一種狀態 就是就大家看到悲劇的時候 我就是會說啊 好難過的什麼 然後但是我可能 在難過的同時 然後我就會以兩個角色 自己本身的立場去處罰 然後我就 同時都能理解 我為什麼這麼做 啊是二了什麼 當與朋友交往時 你傾向於看中 我覺得應該會先二再到一 你傾向擁有 我覺得會傾向二吧 就是如果太多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累 我去 你身邊的人傾向對你說 應該是二二的女性 而資金豪宇唱談時 你偏向談的 你可能會談未來會那麼多吧 我是那種屬於暢想未來 描繪夢想的類型 你傾向相信 傾向相信於我的經驗 包括像表演 還是比賽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之前的經驗告訴我 就是怎麼怎麼做 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 選擇直接相信我之前的經驗 在約會中 你通常我應該會選不必 因為我可能會比較被動吧 就是在看到陌生的人 或者是比較不熟悉的人的時候 我比較不會主動去談一談 對於遲到 肯定是A 我是一個不遲到的人 你更喜歡 永遠A把創作和突破的成就感 你就是這種人 我會先縱貫全局 再掌握細節 因為如果說你的全局還沒拍好的話 你掌握的細節就是會 隨時都會被否定 然後全盤重來 生活中 你大部分活動軌跡是A 聚會酒吧聚餐遠多月老的地方B 家裡自己是宿舍和圖書館B 你是這類型的人 我應該是 我在充滿想像的現實 B 那他應該是A還是B 現實 行 那就是A 哪影響較常見 那肯定是A啊 你偏好有備無患 B瞬間自然的影響發揮 我可能會偏向有備無患 就是我比較難接受就是 現場突然出現什麼問題 你是此類型的人A 就是我是那種我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完了再進入下一件事情 不然的話我就會覺得 我做的那件事情沒有做到極致 你倾向如此做決定 我應該會是CNCNR在動邏輯吧 就是我會看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我想要做的價值 你倾向從何處得到力量 我應該會從自己的想法得到力量吧 對 你通常A偏向於去想像一大堆關於即將來臨的約會的事情 B偏向於劇情的想像即將來臨的約會 只期待讓他自然發送 就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身體應該是屬於第二種類型 就是可能去旅行還是什麼的話 我不會說 一開始就想好我一定要去哪 這個應該怎麼怎麼樣去那邊打卡 什麼的 我覺得是說人到那裡了 然後之後我自然走到那就是那 對 所以應該會選二 當你參加一個社交聚會時 你會這個我覺得要看吧 就是這個聚會的朋友是什麼類型的朋友 如果是就是一直很好的朋友 可能就會就是很投入 然後想要最晚回家還是什麼 就是交情比較不是那麼深的朋友的話 可能你會想要找一個回家吧 社交聚會它應該說的是 不同意的方法 那我應該會選第一 當你不同意朋友的想法是A吧 就是盡量避免傷害他的同事 就是能說多少就多少 對 你心上比較能夠察覺到 我覺得我應該會比較能夠察覺到就是 需要情感上的支持的時候吧 如果你有時間和金錢 你的朋友邀請你到國外度假 並且在前一天才通知你會 我覺得因為工作問題 我需要先檢查時間表 對 你選擇的生活充滿著 我可能會稍微有紀律一些 對所以我應該會選A 次來提更相當種人 因為通過這個圓圈的看出來 我應該有一點點情侶選這可能吧 呵 你的性別 A沒有B沒有A 出生年代 呃 95後 好吧現在提交 可以提交 提交 提答案 國愛型 INFJ 基於國愛的理想 設身處地的關懷他人 為什麼百分之百的內向 我是更多的N直覺 呃 百分之十四點二九 然後思考和情感 然後性感沾了四十二點八六 INFJ代表人物 卡爾 古斯塔夫榮格 精神病學家 語錄 在我們視野所集中 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 是在黑暗中燃起一束光亮 整個聚一句話 對不對 非常的熟悉 感覺像 我之前的某個作品 想要表達的好像就是這個意思 希望了解什麼能夠激勵人 對人有很強的洞察力 有責任性堅持自己的價值觀 對於怎樣更好的服務大眾 有清晰的遠景 INFJ型的人忠誠 堅定富有底下 感覺好像一直在自己夸自己一樣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的說服能力 以及對於什麼 對公共利益最有利 有清楚的看法 所以INFJ型的人會成為偉大的領導者 他們喜歡每次全神貫注於一件事情 就會造成一段時期的專心制止 對這就是為什麼我每次一忙 一忙起來然後就會忘了更新 哈哈哈哈 因為我真的是很專注的在忙 您適合的領域用 我 我適合的領域用 諮詢 教育 科研等領域 文化 藝術 設計 我適合的職業用 特殊教育教師 我是逃不開教課這件事情 接下來說一下潛在的弱點 有僅僅憑個人的好物或價值觀來決定事情 並希望別人也以同樣的角度或標準來處理問題的傾向 有些此類型成員比較容易動感情 情緒波動較大 嗯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MVTI測試 最後的結果就是我是屬於INFJ 我愛行的原格 總傾向62.1 看下來它的那個描述 就感覺像在說我本人一樣 沒有到那麼的百分之百內向了 還是有一點點的外向 畢竟還是射手座 呵呵呵 如果你們也測了你們的MVTI的測試的話 你們可以把結果分享在評論區 然後就這樣吧 下次見 掰掰